嗨 大家好 我是Rika 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用白色的透明的蜜粉來做baking 那我想大家應該在YouTube上面 已經看到很多人做分享了 那因為我本身是乾肌 我非常非常的好奇 像我這樣子的乾肌呢可以做baking嗎 就是我覺得 把粉然後就是厚膚在我臉上 我就臉已經乾到要命了 然後還要用蜜粉來 再乾我的臉 我會非常的好奇 對我來說這種乾肌肌膚 到底適不適合 那如果你對這個影片有興趣的呢 可以繼續往下看下去喔 那我先用 右半邊呢我先用這一塊RCMA的蜜粉 好那我現在呢 用像這樣子的粉撲呢來上 我左半邊呢我要用這個CHAWCO 芭蕾舞者的這個牌子 那它也是透明的白色的蜜粉 然後呢我也是用這個 粉撲的另外一邊來上 好上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等個15分鐘 就是你畫眼妝的時間 大概15分鐘吧 好差不多現在是15分鐘後了 那我現在用刷子呢把它輕輕掃掉它 那我現在看的感覺呢就是 眼周地方呢 它還是會有一種乾乾卡西紋的感覺 但是 我們先把它掃掉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也把另外一邊 掃掉它 好我現在呢已經把臉上 多餘的粉呢 都已經把它掃掉了 那我覺得它們兩個效果呢就是 差不多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然後呢 我們亞洲人皮膚可能偏比較黃 所以它的粉比較白呢 你可能要掃久一點讓它掃均勻 要不然臉上其實會有太白的痕跡 但是你把它掃均勻之後呢 我是覺得還好 然後再來就是 你這邊就是修容的地方呢 會有自然的修容的位置在這邊 就是你可以不用上任何修容膏 它其實就有修容的效果 我覺得就是還蠻還蠻不錯的 這種化妝方法 然後呢 因為我的皮膚其實是偏比較乾一點的 所以呢但是夏天會出油 就是可能出汗出油 所以我現在呢雖然眼周地方還是會有點 感覺到乾乾的 然後就是 這麼講 就是會有皺紋的感覺 就會比較明顯 因為可能上了粉 所以呢可能 我要等一下就是看它 大概一兩個小時後 它出油的狀況怎麼樣 看它有沒有跟粉 就是做融合做結合 然後產生陶瓷肌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之後呢 來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現在大概經過是兩個快三個小時的時間 那這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呢 我有去外面買點東西 然後晚上回來煮飯 那煮飯的時候 有比較監禁火源 所以就是會有點悶熱 但是沒有到出汗的那種熱 就是有點悶悶的 那我覺得 效果有比較好了 沒有到那麼乾 就是比剛剛細紋的時候呢 現在沒有到那麼明顯了 然後反而是沒有用蜜粉定妝這些地方啊 都脫妝了 這邊 可以看到嗎 都脫妝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蜜粉呢 你想要妝持久 就一定要用蜜粉定妝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對啊 你看這地方就是 維持得還蠻好的 然後這地方都脫得跟什麼一樣 那我覺得夏天呢 真的是可以試看看用baking 這樣的化妝技術 然後來做你的定妝 嗯 所以我結論就是覺得 乾肌其實也可以用baking 這樣子的方式來畫畫看的 那你們可以參考看看囉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留言給我 那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跟訂閱喔 掰掰 嗨大家好我是Erica 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上次在Beauty Lush裡面買的 RCMA粉底 嗯 這個影片不是我的first impression 但是因為我之前已經有使用過它一次 所以這次是我 的影片 的影片